巴基斯坦外交部长说,北约跨边境空袭是无法接受的,并在巴基斯坦引发愤怒。下面是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星期天,巴基斯坦为死亡的军人举行葬礼。巴基斯坦驻英国高级专员瓦吉德·哈桑说, 这对于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领导层都是一个巨大的震动。每个人都对他们的所作所为以及他们的意图感到震惊。 作为报复,巴基斯坦关闭了北约通过巴基斯坦领土对阿富汗的所有供应线,并下令美国在15天内撤出西南部比鲁芝省的一处空军基地。 国际安全部队的发言人查科布森准将说,军事官员正在调查这一事件。 国际安全救援部队指挥官已经发表声明表示,他将亲自高度重视这个事件,并着手彻底调查并查清事实。 美国表示,巴基斯坦部落地带是塔利班的庇护所,塔利班已经同驻阿富汗美军进行了十年的交战。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埃及活动人士星期天号召在埃及各地举行更多的群众集会,一天后埃及将开始议会选举,政治动乱和持续的暴力威胁笼罩了这次选举。 几个领导抗议活动的革命青年团体要求组建过渡文官政府,这个政府由反对派领导人和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贾拉巴尼领导,还包括全国各个政治派别的代表。 所建议的文官政府将取代执政的军事委员会,监督埃及向民主迈进。 贾拉巴尼星期六说,他可以放弃总统竞选,如果他被正式邀请领导这个政府的话。 阿拉伯国家联盟起草了一系列对叙利亚的制裁,同时叙利亚政府对异议人士的镇压,导致死亡人数继续上升。 阿蒙外交官员星期六在埃及同意对叙利亚实施一系列制裁,包括停止让阿拉伯国家的商业航班进入叙利亚,并冻结贸易和银行业务往来。 活动人士说,叙利亚部队在星期六的一系列突袭行动中造成至少五人死亡,几个月来抗议者一直举行街头抗议,要求总统阿萨德辞职。 联合国说,自从三月以来,叙利亚已经有三千五百多人死于与反对派抗议事件有关的事件中。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一家法院判处五名民主活动人士两到三年有期徒刑,罪名是利用互联网号召举行反政府示威。 阿比扎比的这家法院判定这五个人侮辱阿联酋领导人的罪名成立,随后把他们送入监狱。 有关当局今年四月逮捕了这几名活动人士,理由是他们利用网站批评政府并号召举行抗议活动。 人权组织一直批评阿联酋迫害活动人士是不公正的,并敦促阿联酋当局释放他们。 星期六在德国北部,警察用水枪试图驱散反核示威者,这些示威者试图阻止一列来自法国的再有核废料的火车。 反核示威者在哥勒本核废料储存厂附近与警察发生冲突,一些抗议者冲破警戒线,坐在铁轨上试图阻止火车通过,一些活动人士似乎试图破坏铁轨。 德国动用了两万名警察来保护这些核废料的运输,抗议者担心这些核废料如果发生事故,可能危害环境和居民。